西游极大谣言 最初有一个40集未删减版的西游记 但其实最初写好的剧本就是25节 原本写的是30节 因为经费问题砍掉了5节 谣言二 剧组包机接马兰 当时是80年代剧组经费紧张 根本不可能这么做 只是利用马兰演出中间 有一天休息的时间 谣言三 徐绍华因5块钱辞演西游记 其实徐绍华主要是为了上学拿文凭 而辞演了西游记 在拍完女儿国之后 他就继续上学去了 他们团里的领导给他报了个学校的名 山东省艺术学院 让他去上大学 要拍去京女儿国 到期了 剧组要出发了 可是徐绍华有音信 我打电话给他们剧团 他们剧团说 徐绍华和他爱人上学去了 问他拍戏和上学哪个为重 徐绍华说 当然以学业为重 人各有志 他既然坚决要上学 咱何必勉强 这个5块钱说法 最初是由马德华口述的 就是因为5块钱 女儿国他戏很重 稿费呢 比我和这个张金来还少5块 最后他就不干了 谣言4 朱灵为了徐绍华 终身不嫁 其实朱灵和徐绍华早在进组之前 两人就已经各自成家了 谣言5 车之国国王 是相声演员李文华老师扮演 其实这是北京军区 战友话剧团的赵玉秀老师 住在他大爷城兔兔文物了 赵玲瓏老师啊 他不识算 上台之前让我一句一句的给他念 试完以后他就仿佛的记 记得就古怪烂熟 上台 这个镜头一走